继续来看新闻 26号中国和欧盟常驻日内瓦代表团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高级别会议期间 在日内瓦共同举办题为 一个也不能少残疾人权力公约的重要意义的主题编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于建华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张海迪 还有欧盟常驻日内瓦代表史蒂文斯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于建华表示保障残疾人权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 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 届时包括8500万残疾人在内的全国人民将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今天的会议是中欧首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框架下共同组办的会议 对双方加强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欧作为两支稳定力量 应加强对话与合作 坚持多边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史蒂文斯表示 欧中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面临诸多全球挑战 欧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包括残疾人事业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促进全球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我们的社会 在中国和在美国的联盟 我认为人们的障碍 可以与社会与社会与社会的生活 在美国的联盟